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默克尔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德国对总理连任没有借数限制 只要被选举上就可以继续连任 掐指一算 默克尔自从2005年就任德国总理以来 这已经是他第四个任期 届满后 他将在总理职位上干16年 就是在起一夜 也算是老员工了 14年前 他是德国第一位女总理 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尽管今年3月份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默克尔民望仍然攀升 多数德国人希望他能完成当前总理任期 与2018年同期相比 上升12个百分点 在十几年的风雨总理路 默克尔所引起的争议一直不断 尤其是近年的难民问题 不管他本人愿意与否 在以后的历史中 默克尔极有可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这个成长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姑娘 是如何成为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总理的呢 1954年7月17日 默克尔在德国汉堡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 父亲名叫霍斯特卡斯纳 而他的本名叫安格拉多罗特亚卡斯纳 彼时的汉堡属于西德 也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二战以后 根据亚尔塔协定和波斯坦协定 德国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 并由四国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 接管德国最高权力 1948年6月 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 一年5月23日 合并后的西部占领区 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同年10月7日 东部的苏战区 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张普杰展开全文默克尔虽然出生在西德 但是仅数周后 年轻的父亲怀揣着牧师的责任赶带一家人 迁到了民主德国 也就是东德 他们一家最终的落脚点 是 柏林北部的小城藤普林 在东德生活 显而易见很难和政治脱离关系 尽管如此 默克尔的生活不算乏味 默克尔不仅会跟着披头式的音乐起舞 而且 由于住的小城离柏林很近 他经常去柏林看话剧 参观博物馆 结识来自各个国家的人 他的眼界没有局限在东德 而是一直在努力的看外面的世界 除此之外 他曾经带几个同学去柏林登堡游湖 还曾背着行囊 帐篷 乘火车去过捷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和格鲁基亚等国家 行得了万里路 默克尔也读得了万卷书 优秀的人大多是多方面的优秀 从小学开始 默克尔都是学霸一样的存在 学霸级的人一般是才傲物 看不上其他同学 但默克尔不是这样 各种聚会他都会去 而且能很好的与各式各样的人都打交道 有次 他与同学在森林里抽烟 结果被别人发现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女生 而且是在别人眼里的三好学生干出来的事情吗 或许 这就是他平平无奇的外表下 骨子仍然隐隐又叛逆进 张普杰他从来没想过当政治家 却像很多女孩一样想当老师 但却没为当老师行动过 明明缺乏运动天赋 而又一度想成为花丹华兵运动员 很多像他一牧师子女 后来选择了继承父业成为上帝使者的牧师 他却鬼使神差 在高中毕业后 报考了中学时代 曾经不及格过的物理学 19岁的默克尔 在选择大学时同样让人惊讶 他没有在离家很近的柏林选择大学 而是将眼光投向了远离家人的莱比锡大学 该校位于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 1409年创立 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他有时候似乎就是这么矛盾 就像2015年7月17日 他因为冷酷对待寻求庇护的巴勒斯坦少女 而被批评后便改变立场 不仅让着 那小女孩全家在德国得到庇护 而且不久后 把门开得更大 迎入大量难民 据默克尔大学时期的老师回忆 他很正直自信 有主见 导师要求太高的时候会提意见 他会计划安排生活 知道自己要什么 做什么 但其第一次婚姻 好像考虑的并不是很清楚 1977年 23岁尚未毕业的默克尔 和比他大一届的学长 乌尔里希默克尔 欧瑞克莫科 结婚了 他的默克尔姓氏便是由此而来 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 23岁还在读书时结婚 无疑是所谓的人生赢家 真是不理解 为何当代有些人 相结婚早是为人生赢家 然而好景不长 仅仅过了四年 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裂痕 对于南方来说 甚至有点措手不及 某一天 默克尔突然收拾东西搬了出去 直接行动并未与南方商量 两人正式的离婚是在一年后的1982年 索性两人没有孩子 只是简单的分了下东西 就彼此分到扬镳了 后来接受采访时 默克尔表示 两人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结婚了 自己没有审慎对待 另外当时在东德 两人只有结了婚 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 这也是仓促结婚的原因 但南方对此表示否认 认为两个人之间是存在爱情的 1978年默克尔进入科学院工作 工作的同时 于1986年初完成了 他攻读的量子化学博士论文 在论文感谢的名单上 有个阿西姆绍尔的名字 此人是德国红宝大学博士教授 量子化学家 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二任丈夫 如果三十年前的柏林墙没有倒塌 或许默克尔就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 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要靠自我奋斗 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柏林墙倒他的当晚 默克尔虽然知道 近期会有大事发生 没想到会那么快 他一如既往的去耗了个桑拿 出来后 随着人群走到了西班林 想从那里的一个电话亭 给汉堡的姨妈打电话 但是因为没找到电话亭 也没有西德的马克 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毕竟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 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就这样 在些许滑稽中被默克尔见证了 三天后 默克尔到波兰出差 还听到有人说 德国马上会统一 给了他和同事极大震撼 回国后没多久 他投身于政治活动 自年加入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 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西德基民盟领导人科尔 科尔从1982年起 担任西德从理 1990年两德统一后 首次大选 科尔带领基民盟大获全胜 科尔本人成功连任联邦德国第三任总理 同时也是统一的德国的第一任总理 获得统一总理美誉 因为之前在他所在的政治团体中 扮演新闻发言人角色 1990年驻民主德国大选后 默克尔被任命为政府副发言人 跟着总理德梅奇挨跑 过不少国家也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 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后来 两德在筹备统一政府的时候 科尔主张统一后 联邦内阁应充分反映地区政治 最好能有一个东德的 且又信仰基督教的年轻女性入格 而默克尔有意通过中间人 安排了自己与科尔介绍认识 两人畅谈良久 最后 科尔邀请他在统一大选之前去汤伯恩总理府 有了这两次谈话 大选之后 默克尔果然进了联邦内阁 自此以后 默克尔一路从妇女儿童部部长 环境 自然保护 和反应对安全部部长 再到1998年担任基民盟总书记 可谓是平不清云 但他的伯勒科尔 却在1998年大选中败给了对手 失去了 占据长达16的总理宝座 一年之后 基民盟爆出政治现金丑闻 科尔对此予以承认 一时间 基民盟成为了众矢之地 几乎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默克尔竟然一声不吭的 在报纸上发报 科尔是党的汉巡之 马 声讨科尔并呼吁党员 与科尔划清界限 要知道 当初默克尔可是有着科尔的小女孩绰号的 而当时基民盟党主席朔伊布勒 却因为与黑金案说不清大道不明 最终 在2000年4月的党代会上 被默克尔取而代之 默克尔成为该党第一个女性领袖 在默克尔带领下 基民盟在2005年 以为弱优势赢得大选 默克尔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联邦总理 开启了她长达十余年的治国生涯 也招致了纷繁复杂的评价 作者张普杰 著有民国情势 此情可带成追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